哎 被什么事吗 与君美国好久没有联络的表弟 忽然在通讯软体上 跟62岁的王姓夫人表示 因为当美军人在伊拉克战区 想提早退休 需要找一笔保证金 作为担保人的费用 请夫人帮忙汇款 由于账号贴着表弟的大头照 以及他的名字 让夫人信以为真 你知道美国没有在伊拉克吗 美国已经测军册很久了 因提区用前 请夫人将款项会给他 夫人赋予有他 准备提供金财率47万元会的对方 同仁听完告知夫人 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 美军早就从伊拉克撤军 居然还在骗 夫人原本要将款项 汇入对方提供的军中长官账户 而经过远景耐心解释 这可能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 最后总算保住夫人辛苦 存下的退休金 有鉴于诈骗集团手法 不断推成初心 文山二分局提醒 接到亲朋好友传讯息借钱 或是帮忙汇款 一定要提高警觉 并透过其他管道多加求证 像是猜猜我是谁 假检察官 以及假交友真骗财等等套路 一定要误及误造 多思考 多查证 若怀疑诈骗 可以直接拨打165求证 或是到离境派出所 请求警方协助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紧张而上当 记得顾餐有台北采访报道